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文龙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手机摄影课堂 你们以前在上手机摄影课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理论 就是说你要拍一个风景的时候 这个老师他会告诉你 你要用三文法构图 他会让你的照片更好看 还有一种就是黄金分割法 比如说你要拍一个人物 你要拍一个镜物 你要拍一个小动物等等等等 都应该把这个人物 镜物 小动物 放在螺旋的三文法的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点上 他会让你拍照更加好看 更加的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这就是两种非常流行的构图方式 一种叫三文法 还有一种叫黄金分割点 注意当你想用这两种构图方式的时候 你是要用哪些功能 有一个叫做九宫格的功能 或者你的手机叫做参考线的功能 就是你的手机里面 会有灰色的两根横竖的虚线 好虚线的交叉点 叫黄金分割点 这确实是这样的 黄金分割点 注意 你有没有怀疑过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呢 你到底是说你必须拍这个人 必须要放那个点吗 等等等等 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的重点就在来学 九宫格的正确的用法 好 首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摄影界百分之九十几的摄影师 他自己根本就搞不懂什么叫做黄金分割点 或者是说他在拍照的时候 他会不会用到这个黄金分割点 注意我现在告诉你 黄金分割点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注意 刚才他指数学的理论 后来可能用在建筑物 用在绘画等等等等 这样延伸到了摄影 有一些他们不懂的摄影作品 不懂的摄影作品放在这个地方 某一个人物他出现了 刚刚好在那个黄金分割点上 他们为了一种理论的解释清楚 注意为了理论的解释清楚 之后呢 他说哦 画了一根线 刚好在那个点上 黄金螺旋上 他说你这个人物那条狗 在那个螺旋上 他这个照片呢 所有才会拍的这么好看 但真正的情况下 是这么用的吗 那么我给大家看 真实场景的一个案例 跟我的图片的案例 好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个 呃 九宫格的一个用法 九宫格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我们手机里面有那个 灰色的两根 竖线条 横线条两根 竖线条两根 到底这个九宫格是怎么用的 其实九宫格就是让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 不要把一个物体拍歪来用的 比如说我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建筑 有有几栋建筑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都有那个窗户 这个窗户都做得非常规矩 非常竖直的 也就是说当我在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那些竖线条 就是这个房屋的竖线条 这个竖线条 这个竖线条 这个竖直竖直竖直的 平时我们把一栋房做得很舒直的 在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看得很舒直的 所以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 应该也要把它拍得非常的舒直 它才会产生一种美感 比如说你看 如果我这样拍的话 那可能就是歪的 我这样拍呢 那也是歪的 这样拍是歪的 这样仰拍同样是歪的 这个窗户的竖线条 以及整栋房子那个边缘 这个边缘都不舒直 那么你要怎么拍呢 就是利用九宫阁作为一个参考啊 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把所有的竖线条呢 非常舒直的去拍 竖线条竖直 这样去拍摄 你就会把这个房子呢 拍得非常的规矩 因为人眼会对那些 比较规矩的一些物体 成为一种啊 视觉的适应性 视觉的适应性 如果你在拍照的时候 那个视觉的适应性不对 比如说你这样拍 就是歪的 就辜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所看到那些图形 或者看到那些灰物体的那些感觉的话 你拍出来的照片呢 你可能给别人看的时候呢 就不是 别人就并不一定会接纳 接纳你的照片 所以说能够做到横屏数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又做得非常水平 又做得非常数值 那么你这个照片呢 就是非常非常合格的 而且做到横屏数值 你会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拍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很多很多人平时在生活里面拍照的话 都是拍的是歪斜的 拍的是歪斜的 所以说九宫格呢 就是给我们唯一的一个用法 就是把照片拍得非常的数值利用的 你看我现在作为一个参考线 就跟我们小时候呢 喜欢画平行线是一样的 然后呢 把它拍得非常非常数值 拍得非常数值的话 你的照片就会具备了基础的美感 这就是九宫格的一个用法 九宫格呢 其实你不用去管它的那个交叉点 比如说它有四个交叉点 当你在拍照的时候呢 你把这四个交叉点忽略掉 并不说非得我们在拍某一朵瓜 或者某一个人的时候呢 非得放这四个交叉点的 比如说它来两个人 我并不说非得把这两个人放在四个交叉点当中 他们才会更具备吸引力的 并不是的 这四个交叉点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 而且它也不是说非得用来做三分法的 比如说拍大海的时候 大海蓝天白云等等 你说三分法 或者你拍一个山川河流 你用三分法的话 其实它也是会让你的脑子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限制性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限制性 所以说不要老子去看三分法 或者是去看这些 四个交叉点 四个交叉点 只做参考的用途 好 刚才我给大家演示了九宫格的一个正确的用法 它就是说把一个东西拍到横屏数值来用的 好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印度的拍摄的一个 在那个西克教精妙的拍摄的一个女性坐在旁边 这个红色衣服的 好 注意我现在画一个九宫格 我现在画一个九宫格 好 我用手指随便画一个九宫格 用这个线 好 用这个线 但是不是画的特别特别的精准 但大概也差不多 就九宫格的一个状态 那么九宫格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假如说这个 其实这个女性呢 刚刚好在那个九宫格的交叉点上 交叉点上 那注意 如果这张照片纯粹 我没有画这个九宫格 或者我没有任何的想法 给一个陌生人看的话 一个陌生的摄影师 她为了解释清楚这张照片的话 她可能会说 诶 这个女性呢 刚刚好在这个点上 所以说她会非常吸引人的注意力 所以说她会非常吸引人的注意力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 我是不是这么拍的呢 其实我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这么想 怎么想的呢 我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去到这个奇妙的里面呢 我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性 非常粗粗的颜色 整个的颜色在整个环境当中 非常非常粗粗 所以说我特别想拍她 拍她的时候呢 其实这一边 这一边是非常非常 这一边是很多人的 有非常非常多人 这里呢也有人 就是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是环绕走来走去 我第一 我为了不把左边的人拍进去呢 我也不把右边的人拍进去 刚刚好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位置不变 后来呢我还想把这里也流出一点点出来啊 这里我画了一根线的 也流出一点空间空间出来 我不质疑 让这里非常非常拥挤 如果拍这么少的话 那你那他下面那个屁股下面就很少很少 那就显得非常拥挤的也不好看 所以说我就把这里下面呢 会流出一点点的空间 然后呢 我会刚刚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就把整个的这个照片呢把它拍下来了 最后呢发现这个人呢 刚刚好在这个九宫格的一个位置上 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要用九宫格一定要放在那个交叉点上 我根本就没这么想的 所以说九宫格的话 它的用法呢 会非常死板的 如果你一直纠结于这个九宫格 一直纠结于黄洁分割 一直纠结于三分法的话 它会让你的思维固化 好下面这张也是一样的 好下面这张风景照片 风景照片 之后在土耳其的卡巴托基亚拍摄了一张风景照 好同样是这张风景照 同样画一个三分法 比如说这样我画一根线 这样画一根线 这样就很像一个三分法构图 非常像一个三分法构图 你看天空三分之一 下面呢三分之二 一二三 分成三等分 让你的风景呢 显得特别好看 其实我当时压根就没这么想 我怎么想的呢 第一日落 我看到整个日落 刚刚好撒在了这个金黄色的山上 好 我在这边的高处 我为了能够拍这个山 我为了有一个过渡 我这个里前面跟山内远处于一个远近的过渡 我把前面留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我发现 我发现什么呢 我发现天空中没有云 没有云的情况下 如果我的天空流非常非常多了 会怎么样呢 就显得太空了 又没有任何东西去填充 显得非常的死板 所以说我压根里没这么想 我压根里没说 哎呀我用三分法去拍这样的照片 就没这么想 所以说它刚刚好我拍出来呢 也就好像是三等分二十一样 但是其实这两张照片 我都没有这么想过 我都没说非得黄金分合点 非得三分法 其实到底怎么样用的呢 它就是让你把一个东西拍的横平数值来用的 该数值的非常数值 该水平的也非常水平 你看这个路灯 我在拍这个路灯的时候呢 拍的非常数值的 我没有把它拍的歪歪斜斜 它是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看到事物的感觉的 就相当于是一个人 他会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他会有陌生感是一样的道理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产生了陌生感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不适应 不适应就会传到你的视觉系统 以及大脑的一个系统 就会觉得这个场景怎么会不好看 或者你自己拍出来的照片 或者别人拍的照片 不符合你的视觉美感 你会觉得他拍的不好看 这就是九宫格的用法 就是让你横平素直的用的 就像以前在做一栋房子的时候 那个老房子 他在弃那个砖头的时候 他会掉一根线下来 他才会弃那个砖头 他要做一个参考线 九宫格就是让你做参考线用的 不要拍到歪斜 而你们以前拍的很多照片 都是歪歪斜斜的 歪歪斜斜的 为什么呢 只要你不做到歪斜 只要你做到不歪斜 你就能够干嘛呢 你就能够超过很多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拍照 都是歪歪斜斜的 你做到不歪斜的话 你已经超过朋友 全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了 包括这张照片也是一样的 这张照片也是一样的 就是海边的一个篮球场 这个篮球架是数值的 我就把它拍的数值 我没有去管那么多 我又要三分发 我又要怎么样去构图方式 其实压根没这么想 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个数值 这个东西 你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你非常非常厉害 好 包括下面这张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场景 刚才你们看的 就是一个大场景 这个是大的 这个是小的 好 这个整个的墙上有一个 就是磁酸 贴在方块的磁酸 你看我都是拍的拍的 横平数值 横平数值 显得极其的重要 包括室内的进屋 像这种 包括外面的一个大的场景 像这种 类似这种场景 都应该仔细去观察一下 仔细去观察一下 好 包括这个建筑也是一样的 非常素质的 非常水平的 注意这个建筑 它真实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它真实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歪斜的 其实是歪斜的 但是这个呢 涉及到后期修图 大家不要着急 马上呢 你就能够学到后期修图 哪怕是说 你最后没关系 你能够把一个东西拍歪了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辨证 但是 如果你能够一次性 把某一个物体 拍的非常的规矩的话 你何必去后期修图 把它给修正呢 其实就没意义了 你就相当于多了一步 多了一步 总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说 把它东西拍的 非常的横平数值呢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好 刚才你们看到了一个真实上镜 以及那种真实图片的一个案例 现在你就知道 九宫阁它真正的一个用法 就是让你做参考用的 不要拍的歪歪些些 要横平数值 横平数值 是你们绝大多数人学手机摄影的一个基础 啊 讲到目前为止 九宫阁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要关掉九宫阁 留在你的手机里面 因为你随时可能会用到 因为你生活在城市 你又不是在生活在原始森林 不是生活在农村 你生活在城市的话 你天天看到高楼大厦 各种建筑 你都是需要用到九宫阁的 好 这个作业就是 你利用九宫阁去拍下 你们自己家里的那些 近物 或者是说 室内空间 或者是说外面的房子 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去使 只要把手机给我取证 注意手机要垂直 垂直于地面 垂直地面 因为你这个楼是垂直地面的 你手机也垂直地面的话 那么你就已经把它给拍数值了 千万不要这样拍 千万不要这样拍 虽然说你这样拍是可以 刚才我已经给你们看到那个案例了 会把它拍的歪 但是呢 可以通过后期修正 但是这是后期的课程 现在九宫阁的话 就直接把它拍数值可以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 下节课 我们再见